打把游戏 你要上他呀 你上吧 嘿嘿 嘿嘿 对你跟他吧 正好打个那什么 正好打个鸡 打个洛克萨斯之手 他没有带防御天赋先上来A一下 一过来再A 再A 一级跟我打吃药 靠点 靠点 跑第四真快啊 落手打猴啊 一定是变先交抠 那抠一定是抠不着眼的 那就是白抠 一定得一加抠 才能行 可以不闪现 闪一下吧 万一他急跑了呢 对不对 别问为什么卖饼干买血饼 自己翻一翻以前的直播录像 别问 别问 先查个眼 这是干什么 这是要瞪我呀 让他瞪 A抠 生个W 别交E 他不交抠 我们不交E A抠 拉我 E过来W A A- 双抠死 我把这个抠带耀光的 很痛啊 很痛啊 你可以跟他干 我把它倒 你这闪力也太慢了 这上哪儿杀去 这不扯弹 漂亮 漂亮 我們手准备了 我手准备了 不拉我,拉我我就回家了啊 回家来个皮排再来把长剑吧,这把可以出个三项 把这个卖了,买个药 我一直都是饼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吧,确实可能他可能会有点失误 但是当我们优势的时候,即使我们失误了 算了,我不说了,拉倒了 我有点说不明白,能理解吗 有点说不明白,能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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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说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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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刚刚那一刻就已经很难玩了 他怎么往塔后跑啊 我的塔皮 好的 先抠 EA失误了 小饼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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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草虫 终于我来了溜了溜了 你有急跑吗 我劝你别追小伙子 他可能要闪现 这什么意思 没懂我劝你别追 我奉劝你别追 我们假装出来其实不严 勾引他一波啊 来打破溜了一手 你先来 EA Pro 你这辈子要追你追什么呢 这有什么好追的 唉 哪来的鸡 今天晚上吃一波肯德鸡 生气 生气 先出个炎烧宝石吧 中路飞了一只鸡 我们不选手 下来 我们不选了 多真正 只要不选了 弄来 备了 不选了 那就打开 我 不追我,他吃馅儿的话 他还不会崩的这么惨 他不吃馅儿 他还要追我,要硬追 跑的好快啊,我这一AQ 一Q好 我一Q能打他个闪 闪没打出来,贪心了,一AQ 又是红凯啊 玩蓝的,怎么玩蓝的呢 咱们点盐吧 挂鸡鸡 这个小病人瞅着不难受,你把他抠死得了 他升了是吧,他升6了 试试这边能不能塔下把他杀了啊 他有闪现,有急跑 注意点 但是他不是很幼 看看他能不能引得住,我们杀他一边 这边要能把他杀了 那他就又亏一会儿 尝试一会儿啊,直接上去杀他 A点盐口 EA段起来 B6AQC 我就即使没杀得了的 就这一边咱们也是赚的 也不是是赚吧 肯定是不亏 因为要他值钱了 好家伙,十分钟塔又没了 给他留着 给他留着 你看他下一关的防御塔 他吃不吃 你看他站不在那塔下 他站塔下 我们把他打抠了 他不站塔下 我们就像小病人一直没 给他留着 怪他 对不起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信我赶个路呢 我信你直接 那啥一手 对不对 你直接抠一下A一下啥的 我直接E一下 我赶个路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啊 帮助他 看 pasta service 过去 去杀个鸡 这鸡还把那啥给用了 鸡还把大爷用了 还好这莫格纳反应还可以 要不然要鸡给杀了 人都没了 打个红的 挂鸡了 我不提倡大家挂鸡 即使你烈死即使你0-20你都不可以挂鸡 因为你的队友还在玩 你们是一个team即使你拖了队友的后腿 你也要印证的 这样再把游戏打完 别死慢慢发育别死 团队游戏 去下路杀个火兰 他要是不挂机我就开心了 我还能再杀他这边 你一直在弄 这边是有一个真相 假装走 这边是小小石的一下 打不得过来闪现U-A就有罐子 看见我还不得活着 有胆识 抽一下 往我脸上穿 往我脸上穿 这唯一一看就是跟下落打出气势了 你知道吗 就有点天不怕地不怕了 往我脸上滚 我们上去就开始A一层 不过A几下呢 他就会感觉到好像不对劲 这个猴有点猛 我得把他给溢走 但其实他就上当了 他只要溢我 他就上当了 因为我根本打不死 他就把我给送走 队友就把他收了 主播我0个20 队友让我挂机 请问我挂还是不挂 那你要送银头 那你还得挂机 那你不能补送吗 你0个20除了送银头 我觉得一般不会打出这种战绩 你觉得那得出门就死了 那出门就死了 那你一点发育也没有 你这跟我说的不相反 你不送银头了吗 你可以死 但你不能送啊 你可以说你打不过对面 但你别送啊 你要想送银头 那还是挂机 别送了 别折磨炎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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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好 不会说坚持时间太长 有两个好玩的角色,一就是黄金女儿的,二就是王者 因为这两个都不怎么会投降 大家也还是有豆子,有的时候就只是瘦子 他也会打下去 谁在硬刷屏,没人管不到啊,谁刷了,房管管一下,我看不见 过滤刷屏了 王者不偷 王者不太会出现那种特别碾压的角色 根本的艾瑟收了 即使你们有优势,你稍不注意我也能打回来 不能有失误 你好,白颜 我到了 молод�도 我也选择了 就不能打开 就不犯振了 你看了这么多王者军投降是最快的 不对 他那不是王者军 他那是大师军 中师军 那大师跟中师跟王者 一般王者就是打架不会特别的多 都比较那么多 你看那只能到下一个段位 就那些大师中师传义的 长官军联盟就这个段位最菜 又菜皮就要打 不打了 快击吧 瞧我两个兵不玩了 看着不像一百个都傻的 最恶心的东师还能好一点 就那大师那个那个守门员 转一左右的那军 那都不是人呆的地方 那都根本就呆不下去 我就纳闷一个问题 猴子大凭什么不能触发 九头十 要我KRUS 凭什么不能触发九头十 那火篮大招跟那卡特大招都能触发 凭什么猴子不能 猴子怎么去了这大招 大招为什么不能触发九头十 谢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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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dance, we can sing, do whatever you sing